15日深夜11時52分 一名男子推著單車離開曼達公館大廳 他先將單車停在門口 再回去將原來就打開的大門關上 但沒想到高高的大門一拉就倒 整棟的大門光然倒下站在他身上 有網友爆料 這棟出事的大門過去已經報收過多次 但維修單位卻視若無睹 據當地警方說這名出事的男子送院後不致身亡 事件在網上發酵 引發熱議 要求追責 有網友感嘆 細事難料真是令人難過 看到心裡太難受 也有網友說 很多東西看起來 富麗堂皇 堅實耐用 也就是只看起來 中國製造很多必要向中國製造繼續提升 還有網友直言 心裡很難受 努力生活的人為何要遭遇這些不幸 物業本來可以早些維修避免的災難